一大群人圍攻一人 連旁邊的滅火器 也成了攻擊武器 直到警方到場 還不肯罷休 原來被打趴在地的男子 才剛剛犯下槍擊案 當場被活逮 狼狽至極 犯案用的槍枝 錢財統統散落在地 把時間往回推 早在案發19民眾直擊 槍手囂張 在大街亮槍 這叫大拉拉拿槍 死者頭部中彈 血流滿地 送醫急救後 仍然宣告不致 三溫暖黃姓趴車組長 攢扶客人下車 竟當街喪命 當時趴車組長 不過是好心要攢扶 渾身酒氣的客人 卻爆發口角衝突 對方儘量出槍枝 近距的開槍 隨後逃到對街 嫌犯渾然不知 自己已經開槍打死了人 還隨手垃圾的車門 企圖逃逸 但並未得逞 沒想到進 繼續的朝三溫暖開槍 驚悚槍擊案 發生在16號晚上10點多 台北市大同區知名的三溫暖 黃姓嫌犯搭小黃前來 嗆人還亮槍 趴車組長一邊安撫 一邊打電話叫支援 沒想到這一回頭 竟遭近距離開槍射殺 嫌犯開槍後企圖逃逸 開到第三槍時卡彈 三溫暖工作人員 趁戲將人壓制 直到警方到場上銬逮捕 為什麼要開槍啊 槍守在案發後 酒測值人高達1.12 還因為太罪了 一度延誤偵訊 過去的強盜竊到前科 這回酒醉鑄下大錯 暗夜隨身藏槍 槍支泛濫 大街槍響 也讓小老百姓人心惶惶 繼續台北綜合報導